Hello,大家好,我是Lucy,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那今天的视频呢,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涂抹湿面膜 那最近呢,加州下雨非常的多,而且是那种非常大的雨 我感觉是我搬来加州以后下雨最频繁的一年 再加上加州的气候又比较干 所以下完雨以后呢,就会让我觉得整个空气都湿润了很多 整个人也舒畅很多 所以我自己还是挺喜欢下雨天的 在下雨天可以在家里面吃个火锅呀 或者是喝个啤酒配炸鸡 又或者呢,是敷个面膜,看电视剧 我都觉得是一件非常浪漫和享受的事情 那今天呢,就和大家分享几款我最爱的涂抹式面膜 那首先呢,是两支Cicely的面膜 这款蓝色的呢,是一款非常温和,非常天然 非常植物系的一款补水面膜 我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Cicely他们家的产品,我觉得全部都比较偏这种植物系 然后闻起来的味道都非常的治愈和疗愈 最主打的功效就是补水和保湿 有点像是那种急救保湿面膜 也是我重复回购的一款面膜 质地呢,是有一点点像这种半透明的胶状的 按摩推开以后呢,它就是非常透明的这种感觉 敷在脸上的话,瞬间就感觉就是所有的你干燥的皮肤 还有紧绷的皮肤,瞬间就是放松了 有种像在喝水的感觉 香味又非常的疗愈 就是那种很好闻的花香 所以涂上这个面膜以后,不仅你的皮肤会感觉到瞬间的补水 因为它的这个香味很疗愈,也会让你整个人非常的放松 那它上面的使用方法呢,是说你涂到脸上以后 过三分钟就可以葱掉 或者说直接可以用棉片把它擦掉 那我自己的使用方法,其实我会留的更久一点 其实都没有关系 擦干净以后呢,皮肤就会非常的柔软 不会留下那种很黏黏很黏腻的感觉 有时候大家会有一个误解 就认为可能油皮不需要保湿 因为脸上已经很多油了 但其实很多时候油皮出油就是因为皮肤本身是在缺水的状态 所以呢,就皮肤自己产生更多的油来保护你的皮肤 那这个时候呢,还是要做好一些基础的补水保湿的工作 它的优点就是它可以快速的补水 也是免冲洗的,所以非常的方便 是属于布条皮肤,就是敏感肌,干皮,油皮都可以来用的一款保湿面膜 它们家绿色的这支小支的呢 它其实是一支眼膜,也是涂抹式的眼膜 我经常用的一个方法呢,就是这两支我会混合起来一起用 先在眼睛上,把眼睛周围涂上这个眼膜 脸上的部分再涂这个保湿面膜 我觉得这两个搭配起来用还挺好的 那这个眼膜呢,它有一个去水肿,去细纹的功效 我个人来说是比较看重它这个去水肿的功效 特别是长安起来或者化妆之前 想要给眼睛去水肿的话,这款面膜还是挺好用的 因为它涂在脸上就有一种冰冰凉凉的感觉 它的质地呢,也是这种胶状的 然后它的颜色是有一点点这种淡淡的绿色 它的质地会比刚刚那个蓝色的补水面膜 会再稍微的厚重一点点 但是它也是属于胶状的 推开以后呢,它也会变成这种透明的质地 涂完以后呢,在眼睛周围会有一点点这种凉凉的感觉 还挺舒服的 这两款的味道闻上去都非常的好闻 都是属于那种花香 非常的清新,非常的疗愈 会让整个人非常的放松 如果白天用的话呢,你就敷个十分钟 那如果晚上的话,其实你用来隔夜也是没问题的 它也是免冲洗的 只需要用这种面镜把它擦干净就好了 现在我的手都变得超级的嫩 用完这款眼膜把它擦干以后呢 其实不用眼霜 我觉得它自动力度都是够的 我自己眼周的皮肤确实是会比 我其他部位的皮肤再更加的干一点 那刚好这个绿色这款呢 它会比蓝色这款它的保湿力度又再更高一点 所以我自己平时最喜欢也是 把这两款结合起来一起使用 不会出错,然后平时家里面会必备的这两款面膜 接下来呢是两款 Drunk Elephant他们家的涂抹式的面膜 那说到这种保湿的面膜呢 不得不提起的就是 Drunk Elephant蓝色的这一款 F-Bomb的保湿面膜 Drunk Elephant的这一款呢 会比刚刚Cicely那款的功能性再更强一点 它会含有更多的这种有效成分 因为Cicely他们家都是属于这种天然植物系的 相对来说对敏感肌比较友好一点 那Drunk Elephant他们家呢 也是属于比较看重成分 然后甚至呢有时候都会用一些猛药 那蓝色的这一瓶呢 就是属于一款保湿型的面膜 它里面最主要的成分是Vitamin F 还有电解质混合物 以及烟纤胺 最主要的功效呢 就是强效保湿 镇定舒缓 以及烟纤胺呢 也有一个均匀肤色 以及改善皮肤质地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是那种肉眼可见 直接会起效果的产品 但是呢因为他们家比较走成分路线 有些时候用的成分的含量也比较高 所以呢如果你是敏感肌 或者是你对自己皮肤不够了解的话 有时候可能会踩雷 甚至是觉得说它的产品没有那么的好用 但最重点呢 其实是要做好自己的功课 然后选择一款适合自己的产品 Drunk Elephant这款补水面膜呢 它也是可以过夜使用的 它的质地也是偏胶状的 推开以后呢 你会发现有一些小小的颗粒 然后它里面含有了这个电解质混合物呢 也有一个非常好的镇静舒缓的一个效果 如果你皮肤是非常敏感的话 或者是你当时皮肤比较干的话 其实一开始用上去这款的时候 脸上会有一点点微微的刺痛的感觉 但其实这个刺痛感马上就会消失 而且不是非常的明显 就是属于那种有点痒痒 一点点痒痒刺刺的感觉 大概会维持个10秒20秒就会消失的 那Drunk Elephant他们家都是完全不添加任何香料的 那这款呢也是没有香味的 就闻上去就是没有任何的香味 不像Cicely的就是有很多植物啊 很享受的香味 Drunk Elephant他们好像对于就是 香味啊或者说是使用感受没有那么看重 更看重的还是它的成分和有效性 以及安全性 使用方法是让你挤4到5 不容忍后涂全脸 一开始的时候 它还是有这种存在感 就是胶状的这种感觉 还是挺明显的 但是大概等它过个半个小时啊 20分钟的话呢 它的存在感会不太明显 之后的话呢也不会留下这种白色的感觉 但是你用手这样子去碰脸的话 还是可以感觉到有一点点这种黏黏的感觉 是很正常的 待这个面膜睡觉 第二天早上起来以后 你真的会发现皮肤非常的水润 然后弹性超级好 就整个晚上都在做这个补水工作的感觉 就第二天的那个状态真的是非常的好 如果不建议就是涂完以后 有一点点微微的黏腻感的话 第二天真的会有惊喜 我的使用方法就是洗完脸以后 正常的护肤直接就把这一瓶面膜呢 当做是面霜来使用 也不用天天用大概一个礼拜用个两三次就可以了 缺点是在于说使用感受啊 还有香味它是不存在的 没有什么很好闻的香味和使用感受 但是如果你就是比较看重功能功效 然后想要立竿见影的效果的话呢 这款补水面膜会比Cicely那款更加好 想要疗愈一点放松一下 同时又非常享受的话 就是我觉得Cicely那款会更胜一筹 这款粉色的呢 它是叫TLC Tsukai Baby Facial 这款呢不要看它颜色粉粉嫩嫩的 好像跟这个蓝色都是粉粉嫩嫩的 感觉应该都非常的温和 其实完全不要被它的外观给欺骗 这款粉色它是一款非常强劲的刷酸类的面膜 它里面是含有25%的AHA 以及2%的BHA 我觉得在市面上最高浓度的刷酸面膜就是它了 如果是最近比方说痘痘比较多呀 或粉刺比较多 去看皮肤科或美容院 然后他们给你做的那种果酸换肤的面膜 都是属于跟这个是相同成分的 我建议新手就从来都没有接触过酸类成分的人来用 因为你一定会觉得这个产品太烂了 怎么会把我脸都毁了这种感觉 因为这款如果使用不当的话呢 确实会有毁脸的风险 因为它的这个有效成分的含量真的是非常的高 正常皮肤来用它的话呢 也都会有反应的 更何况如果是敏感肌的话呢 反应就会更大了 但是大家也不用太害怕 因为只要用对方法呢 它的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AHA呢最主要可以帮你去除一些表皮的死皮和角质 那BHA呢因为它是油脂性 它可以深入到你皮肤底层 去去除一些深沉的角质 还有粉刺 这款最主要的功效就是去痘 去角质 清理毛孔 控制水油平衡 改善肤质方面的作用真的非常非常的大 光开了分比较建议的方法 就是大家一个礼拜用一次 然后均匀的涂抹在脸上以后 过20分钟冲掉 冲掉以后 马上第一件事情就是涂他们家的 马如拉欧油 其实如果你是第一次使用这个面膜 你第一次就用20分钟的话 我相信可能撑不过前面的5到10分钟 你就放弃了 因为它那种有一点刺痛的感觉会越来越大 越来越明显 有一瞬间你可能都觉得自己的脸快毁容的那种刺痛感 都是非常正常的 但所以呢我比较不建议大家第一次用的话 就直接上脸给它后后的涂满 然后等个20分钟 我会比较建议的使用方法是混合它与他们家的面油一起用 或者是他们家的面霜一起用 使用方法自己可以调节的 比方说挤一泵他们家的面霜 然后再挤两三泵这个面膜 然后再滴几滴马如拉油 这样子的话呢会把它这瓶的有效成分相对来说稀释掉一点点 同时呢再加上面霜和面油的保湿滋润力度 会减少对皮肤的刺激性 那如果你这样使用下来以后觉得说皮肤还可以 那下一次使用的时候比方说再减少一点面油 或者说面霜的含量再减少 慢慢的这样循序渐进的这样的话呢会避免你皮肤瞬间毁容 然后你要用很长的时间去修复 我觉得护肤也是对自己皮肤慢慢了解的一个过程 虽然说这瓶某药听起来好像有点恐怖 就是感觉一不小心用不好就会翻车 但是你相信我如果你用对了 如果你按照我刚刚跟你分享的方法 这样循序渐进慢慢来使用的话呢 你真的会觉得效果非常的明显 皮肤质地会变得平滑 粉刺痘痘还有毛孔都会变得更加的干净 整个皮肤的状态会变得更好 然后也会有光泽感 所以平时我为什么一直跟大家分享A醇啊 或者是各种果酸啊 因为这些成分确实是被科学证明 是对皮肤有效果的 但只是说因为它们的这个含量比较高 或者说因为它们的使用方法比较复杂一点 所以大家一定要在使用之前做好自己的功课 然后一定要对自己的皮肤有一定的了解 那Sofra其实有个更小瓶装的 我这款是50毫升的 我真的觉得用很久都用不完 所以大家感兴趣的话 我会比较建议去买它们家那款更小一点好生的 先来试试看 而且说实话小好生的已经够用了 准备好一些比较滋润保湿维稳的一些产品 搭配它一起来使用 那K Somerville的这一款面膜的话呢 它也是一款这种类似于去角质的面膜 但是它的成分会比刚刚装开的粉色那款呢 会再更加温和一点 含有AHA和BHA 但它的成分会低很多 质地呢是这种绿色的 看起来就很像水果店的那种超级浓的 smoothie的感觉 这含有木瓜 菠萝以及南瓜酵素 所以呢整体来说 它会比桑卡尔粉那款再温和一点 质地呢也是看起来很像一个smoothie的感觉 推开它以后呢 它就是这种胶状的质地 淡淡的这个菠萝味 就感觉特别像是一款 里面加了蔬菜的这种水果汁 涂在脸上有一点点凉凉的感觉 它的功效其实和装开的粉TLC有一点点像 都是属于这种可以清理毛孔 去粉刺去痘痘 均匀肤色调节皮肤质地的这样的作用 但是它相对来说会更加的温和 所以如果你是敏感肌的话 这款我会更推荐一点 我装开的粉那款的话 我一个月用一次 这款的话我可能每个礼拜 都可以用一次这样的频率 冲掉以后脸会变得嫩嫩的 很细腻的一个感觉 瞬间觉得脸被清洗得很干净 用完以后皮肤也不会出现一些脱皮 非常干燥的情况 脸上深层的一些油脂 还有些垃圾都会帮你清洗干净 K-300这个系列 Exfolicate 这个系列其实有很多的产品 他们家的洗面奶也非常的好用 其实我自己平时选择护肤品的时候 也特别喜欢去发掘那种 小众的保障的护肤品 其实有些小众品牌 做的也是蛮不错的 这款就是属于我自己发现的一款 保障的护肤品牌 它叫做May Lindstrom 这款面膜里面也是含有一定的水羊酸 但它的水羊酸也是从植物里面提取的 非常温和低含量的水羊酸 同时它还含有大量的蜂蜜 蜂蜜在这里面的含量是第二位 其实它的蜂蜜的含量 比其他成分都还要多 滋润维稳 细腻皮肤 然后可以轻微的去搅滞的 这样的一个面膜 这款面膜敏感肌用一定没有任何的问题 因为它非常的温和 就是我用它的时候根本就感受不到它是一款可以去搅滞的面膜 因为它用起来非常的滋润 它闻上去的香味就是那种巧克力加上蜂蜜的香味 非常的浓郁 每次用它都是一种享受 质地是这种咖啡色的 但是你涂开它的那种感觉 就是很像你打开一个蜂蜜那种蜂蜜的浓稠的那种感觉 它的这个质地就完全是蜂蜜的质地 然后闻上去的味道非常的浓郁 非常非常的好闻 有很多这种清洁泥的面膜 你是用在脸上以后过个五分钟 你脸就非常的干 然后干到紧巴巴 然后好像有皱纹的那种感觉 那种面膜的话千万不要用 我也从来都不会用 那种面膜其实会让你的皮肤产生皱纹是太干了 这个面膜的话不管你放十几分钟 二十分钟 它都是处在一个非常滋润的状态 因为它里面有这个大量的蜂蜜 一般的这种泥状面膜 它是清洁型的 这款不仅有一定的清洁能力 同时又有滋润保湿 然后美白的能力 再加上它的香味和使用感受又非常好 所以这款面膜 真的是我自己买到的一款非常保障的这种护肤面膜 很多时候我用它的时候 我会涂完全脸以后 再甚至把脖子这边身上都全部涂满 它在清洁的同时 又会让你的脸非常的滋润不拔干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找一款使用感受一百分 同时又有清洁和滋润效果 养肤效果的涂抹式面膜的话呢 非常推荐美林霜的这个Honey Mud 大家去试试看 真的你一定会喜欢的 而且它们家也是属于那种不怎么做广告 不怎么做推广的 所以很少人知道 但是我真的觉得它非常值得 推荐给大家去用用看 蜂蜜面膜 除了美林霜的这一款以外 我还尝试过Pharmacy的这款 Honey Potion的蜂蜜面膜 它们两个作用其实有一点点类似 但这款它就是涂完以后脸上会变白色 然后慢慢发热的 如果你用过这款Pharmacy的 Honey Potion的这款面膜 那你一定会更加喜欢 美林霜的这一款Honey Mud 这款面膜 我可以很自信的跟大家说 它的使用感受和效果 是这款Honey Potion的十倍 所以大家如果对这个感兴趣 或者说觉得它还不错 又或者说觉得它少点什么的话呢 推荐大家去用一下 美林霜的这个Honey Mud 你一定不会失望的 看我视频的小伙伴都知道 其实我平时很少用片状面膜 我比较喜欢涂抹式的面膜 那今天给大家分享的 也都是涂抹式的面膜 很多的片状面膜里面 其实里面有添加很多的防腐剂 还有人工的香料 以及一些会致敏的成分 所以我自己平时会尽量的 避免这种片状面膜 那Bowlab这个礼盒呢 是自己可以去做一个 保湿舒缓的面膜的 虾青素呢 它有一个非常好的抗氧化 美白提亮肤色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搭配它的玻尿酸跟酵母水 又有这个保湿舒缓皮肤的作用 是我最近用起来非常喜欢的 这样的一个面膜的使用方法 我的使用方法呢 也非常的简单 首先呢 就拿出它这个盒子里面 搭配的这个凉杯 非常的可爱 是这个玻璃的 然后呢 滴满大概15到20毫升的 这个酵母水 这酵母水 它也是礼盒里面配送的 非常的大 有120毫升 再滴1到2毫升的 这个玻尿酸精华 把面膜只撕开以后放进去 整个浸湿完全湿透了 湿润了之后 敷在脸上 大概敷3到5分钟 这样子呢 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一个自己可以做的保湿的面膜 而且你会知道 就是里面没有添加任何的防腐剂 添加剂 非常的安全 因为它里面全部都是 小分子的这个玻尿酸 所以它的补水功能 非常的快速 非常有效 只要3到5分钟 就可以给皮肤做好一个补水工作 那如果是在晚上的时候 我敷完这个自己做的面膜之后呢 会再叠加一个虾青素的面油 这样呢就做到一个既有保湿的功效 又有一个美白抗氧化的功能 就晚间的这个护肤工作 就非常的全面 那如果是白天比较赶时间的话 我就会按照刚刚的方法 做完这个保湿面膜之后 我就正常的去护肤 那这三个产品呢 不仅可以就是混合起来 做一个面膜来使用 也可以单独来使用 其实它的使用方法还是挺多的 我觉得它这个实验杯的设计 真的非常的可爱 就感觉自己像实验师 调配一个护肤品的感觉 非常的有意思和有趣 这样做出来的片状面膜 会更安全更有效 那我会知道说 这里面的成分是没有添加防腐剂的 用完之后 整个脸也是非常的柔软和保湿 状态也非常的好 涂完油以后也不粘腻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使用 并且呢 我觉得它的使用方法 还是比较百变多样的 比较灵活的 大家可以去根据 自己的喜欢的需求来使用 不仅是可以当一个护肤精华 护肤面油 也可以当做面膜来用 我觉得非常的推荐 CORUS的酸奶面膜 其实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 它不仅是含有酸奶 而且它看上去和闻上去 也基本上跟这种希腊酸奶 差不多的质地 然后非常的绵密的一个感觉 闻上去也是非常香 就是很多时候 真的是涂在脸上 都感觉很想去吃一口 就误以为它真的是酸奶 这款也是属于非常温和 会调节你皮肤状态的 含有酸奶以及益生菌 所以如果你皮肤是 平时比较容易敏感的话呢 经常去敷这种含有酸奶 和益生菌的面膜的话 会让你的皮肤状态更加好 也会增强你皮肤的屏障 从而避免一些比较敏感 然后比较容易泛红的问题 就是因为有时候换季 皮肤会比较敏感 所以这款面膜是非常推荐 如果在换季的时候 皮肤比较敏感 状态不是很好的时候 是属于一款可以调节皮肤状态 增强皮肤屏障 属于那种滋润 不干燥 用完以后皮肤会变得嫩嫩 很水润 然后很舒缓的一种感觉 其实我自己平时用的更频繁的是 像这一类 就是保湿舒缓 然后增强皮肤屏障的这种面膜 Summer Friday的这款 看起来好像像牙膏的这款面膜 这款面膜我觉得它的名字 非常有意思 叫做Jet Lag 就是你在坐飞机 到时差的时候 皮肤状态和人的状态 不是非常好 你是可以戴上飞机的 它不仅叫做Jet Lag Mask 同时呢 它的含量也是可以 直接放在包包里面 戴上飞机的 然后呢 它的使用方法 也是那种免冲洗的 就是你涂完以后 之后呢 你就把它擦掉 就可以不用去冲水的 所以非常适合 比方说你坐飞机 快要下飞机之前 给自己做一个快速的面膜 简单的护肤和化妆 然后下飞机的时候 就感觉状态超级的好 不仅看起来像一个牙膏 挤出来也有点像一个牙膏 它的质地呢 就比较像这种膏状的 淡淡的白色 然后呢 你按摩一下 它也会慢慢的变透明 有一点点淡淡的 凉凉的味道 很提神的感觉 就是感觉快要睡着的时候 涂回这个面膜 瞬间整个人都清醒了起来 其涂在脸上 也有一点点冰冰凉凉的 很舒爽的一种感觉 我个人来说 是非常喜欢在早上 还有妆前的时候 用这款面膜 不仅可以去水肿保湿 也可以在妆前呢 给皮肤做好一个打底工作 皮肤状态好了以后 就上妆也会更容易 持妆能力也会更强 这个包装也非常方便携带 出去旅游的话 也会比这种冠妆呢 要方便很多 因为在旅游期间 经常会换地方的话呢 其实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气候 对皮肤的状态也会有影响 所以我觉得 带一支这个保湿面膜 它不仅携带非常方便 同时呢 它又是免冲洗的 所以我觉得是旅游中 必备的一款保湿面膜 好了那以上呢 就是今天所有的内容了 希望大家还喜欢 今天的视频 那如果你还喜欢 今天的视频的话 记得帮我点赞 还有订阅我的频道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